星期五晚的啤梨晚寶 啤梨這幾天就去了馬來西亞 又去大馬 平時一年都去幾次了 其實昨天都說了幾時會回來的 如果沒有留意的朋友不要緊 到他回來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知道 今天我身邊就是阿東 大家好 東技師房菜這陣子的生意是如何 極端差劣 極端差劣 但我也很想把副政司的說話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都會從中了解多些 譬如什麽是精神病 什麽是抑鬱病 每人的抑鬱病是否都差不多 還是不一樣 在待會的訪問 大家都可以留心去聽 試試這個技術 希望大家 各位觀眾 就不要太介意 這次也是第一次用這個技術 在我身邊 不是在身邊 在我們鏡頭另外一邊 就是副政司他先生 副政司呢 不知道 你也出到第二本了 是啊 第二本就相隔了大概六年了 其實寫起就用了六年 穩出版就用了兩年 穩出版也用了兩年 兩年 首先問一下 為什麽你會寫抗病治呢 為什麽 我想有兩個階段 第一就是 我作為抑鬱病的病人 我現在都還在病 我都想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 接著就令到其他的病友可以 有些的共鳴 令到他們都覺得有人可以了解他們 或者大家的病歷是類似的 變了上來就是 病就不需要太過孤獨了 但是我寫完第一本之後 我發覺我可以繼續寫下去 繼續寫下去的改變是什麽呢 就是我第二本開始寫的時候 我就動用我自己的 寫了十幾二十年的私人日記 我有一個希望就是 在我的私人日記裏面 我能夠找到抑鬱病的一些 它發展的過程 我其實就是想在我的日記裏面 找出抑鬱病的病理 抑鬱病的那個病樣是怎麽樣的 這個是我寫第二本書 那個心態上的改變 好 我們來到這一節 嘉賓身邊 穿著意大利波衣的諾文 我為什麽會 因為他邀請他 我們先出一張圖 話說前陣子 動漫節 你也知道有很多人 當然 我比較喜歡去香港漫畫那邊 那邊比較少人 今年就是 因為當時我去日本 托了一些老友記 幫我 我要這本這本這本 他這本 你和我進 以上 他這七本 其中一個是武器 七本書 加一個 他武器 今天我們的主角 就在中間 在上面 左邊 數來第二本 中佬的足球場 中佬的足球場作者 樂文就在我們身邊 今天很多謝他樂文 有機會我們再見過 好的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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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